有帮所罗门国会坐满了议员 本来是休会 特别为了来访的总统蔡英文 重新开会 蔡英文一号晚间 抵达所罗门群岛 访问前就传出 所罗门面临倒戈危机 包括副总理 在内的七名阁员递出辞职信 表达对总理苏家瓦瑞的不信任 但有点尴尬的是 蔡总统发表演说时 把总理苏家瓦瑞的名字念错了 我就任总统以来 接待过许多来自 索罗门群岛的好朋友 还有今年9月 才刚在台湾见面的苏瓦瑞总理 不小心口误 还有议员打起盹来 不过发动倒戈的副总理马朗佳 重申不论政府如何改变 台索邦宜不会变 我们的关系 沙瓦瑞和中国和台湾 我认为这是第一个项目 每个政府都会把这个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长的关系 我们让我们们有 était 我想如果foot 분들이 如果日常上阵 memb,他们 这个关系统维持续ajo 重处 都会固定 正在下位移避免敏感 所以选择过境关岛 将和关岛总督卡佛会面 关岛议会也正式通过了 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决议文 代表欢迎蔡总统的到访